这一阵子关于罗志祥的消息似乎比较多,因为他在台媒接受了采访,而且还透露出自己明年的新计划付出是肯定的,并且台媒方面还放出了关于聊天的截图,这是助理的账号之中流出来的,并且聊天的内容很多,尤其是在聊到关于车子撞车,主任每周换一个网红进行约会的消息。 另外,还有该网红美女的图片与账号,从该美女的账号内容来看,符合罗志祥的菜,应该事情不假,而聊天之中,一位主人公正与罗志祥有过一些合影,甚至聊天之中出现的助理也是在其中,大家私下里聊天没有错,聊一些关于身边的事情,但不曾想熟人聊天,却遭到了账号被盗的事情。 另外,在照片之中,我们还发现了简凯乐蝴蝶姐姐,她也出现在了罗志祥的机会之中。 简单一点来讲,都是圈子里的人,罗志祥跟他们走得很近,这也是属于他另一个生活的私人天地,被曝光的该网友看上去身材不错,而且符合罗志祥所需要的气质,从他的多人运动,到如今的网红事情。 看来,罗志祥真的如周扬青所形容的那样子,他私下里与多位美女的关系真的太复杂,剪不断的,目前该消息还没有在内地火热起来,但台媒方面已经看样子,是不会放过罗志祥了。 而该助理的账号被盗,也已经选择报警处理,消息是从助理的账号流出,私人对话也是非常大胆又开放,看来,罗志祥真的要再次小心了。 这算不算是他约网红的另一个证据,罗志祥该出面做出何种解释,他如今这一个状态之下,还能正常复出吗?